由于美国的出卖,库尔德武装几乎被从旭北部赶走,这成为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目前的报道看,除了向旭政府移交部分控制序外,库尔德武装还出动了2000多人,准备配合叙利亚政府均发起北部攻势。 有评论指出,叙利亚政府均控制序北部会对库尔德武装比较有利。 这个评论没有解释为何会对库尔德武装有利。 不过,仅以库尔德武装的2000多人,恐怕即便是打下伊德利普,其能分配到的控制区也十分有限。 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武装虽然已经达成一定程度合作,但在关键问题,也就是石油收入分配上,虽然此前传出了多个不同方案, 但至今没有任何报道,表明库尔德武装将石油收入分给财政极度困难的叙利亚政府,叙利亚政府以及政府军的运转,几乎完全依靠俄罗斯和伊朗的财政支持。 后两个国家,尤其是伊朗目前经济正在急剧衰退,利亚尔贬值严重,能对外提供的援助金额正在萎缩,美军对许东部油田区的控制正在逐步加紧。 这倒不是为了所谓掠夺叙利亚石油,实际上,叙利亚的石油收入,主要还是归库尔德武装支配,美军此举是为了阻止叙利亚政府获得可能的裁员,并间接迫使俄罗斯和伊朗继续金额续政府,以恶化其经济。 近日,叙利亚官方爆料,趁库尔德武装为主力的叙利亚民主军,在拉卡西部的一些地区,逮捕了不少年轻人。 原因是这些年轻人,公然悬挂叙利亚国旗,并在墙上涂写亲政府标语,库尔德武装打着搜捕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旗号,公然闯入多个村镇居民的家中,甚至有当地民众发生冲突。 民主军和村民互有死伤,叙利亚政府军之所以没有进攻叙东部库尔德控制区,主要是美国因素。 此前,俄叙伊联军多次试图渡过右巴拉底和进攻尤田区,但都被美军轰炸击退。 不管伊德利布战役结果如何,叙利亚军如果还有实力的话,都会进攻叙东部库尔德控制区。 虽然库尔德武装并没有推翻阿萨德政权,控制叙利亚的野心,但其控制了叙利亚95%的油田区和83%的产粮区。 这些经济上的因素足以促使敖敖逮捕的叙军进攻叙军进攻库尔德武装,俄罗斯和伊朗的经济恶化,也迫使叙利亚政府必须依靠自己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叙利亚的工商业已经被战争摧毁,除了石油,没有任何可以快速变现的财富。 库尔德武装联合叙利亚政府军,攻击土耳其支持的自由军,很像是中国历史上难送的联盟抗金,消灭了较弱的对手,却迎来了能治自己与死地的更强对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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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